多希望富士康能够留下来 毕竟能够解决很多就业 再见富士康 视频中拍摄的分别是 自中国辽宁和贵州的富士康工厂 这里曾经鸟活了数万的工人 然而这些工厂在中共疫情之后的短短几年中纷纷撤离 另外的视频显示 位于武汉的生产设备已经准备被运走 以及订单减少的深圳观览富士康 工厂周围熙熙攘攘的人群 已不似乎往日的忙碌 作为苹果的最大供应商之一 富士康也称鸿海精密工业 在最近一段时间加大了对印度、越南等国的合作与投资 与此同时 这个在台湾创立的企业 其位于中国各地的富士康工厂 如今正在大量撤离这片土地 2020年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之后 三星、谷歌等大量的科技制造商撤离中国 富士康也紧随其后 富士康的创办人前董事长兼执行长郭台铭说过 若富士康真的受到中国大陆威胁 富士康随时随地有能力转移生产基地 然而据台湾中央广播电台RTI报道 今年6月28日 鸿海董事长刘洋伟在中国大陆天津表示 富士康没有从中国大陆转移的计划 鸿海集团在中国大陆不是去产能化 而是药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刘的这番讲话似乎并没有明确表明 富士康将进行大规模产能转移 然而几个月后 富士康用行动证明了 自己确实正在进行大规模的产能转移 富士康驻印度代表李嘉恩9月17日 在林英上发贴祝贺莫迪生日快乐的同时 带来好消息 在您印度总理莫迪的领导下 富士康在印度的发展平稳快速 我们将更加努力 明年为您献上更丰厚的生日礼物 争取在印度的就业人数 外商直接投资和业务规模再翻一翻 电文附上一张 刘洋伟董事长访问印度时 与莫迪总理的亲切合影 如此看来 富士康已经与印度达成合作 在撤离中国的路上渐行渐远了 早在今年5月 富士康就宣布以3700万美元的价格 购买印度科技中心 班加罗尔郊区的大片土地 根据美国之音报道 富士康董事长刘洋伟 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被问及 该公司是否计划 在印度投资20亿美元时表示 从印度的潜在市场规模的角度来看 如果我们能够在那里全面实施我们的计划 我认为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只是一个开始 根据路透社报道 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代工制造商 在寻求撤离中国之际 也积极透过于印度南部的投资设厂 迅速扩大印度业务 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政府 7月31日表示 台湾富士康已与该邦签署协议 将投资160亿卢币约合1.94亿美元 新建一座电子元件制造厂 该厂将创造6000个就业岗位 富士康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金奈附近 有一个组装苹果公司iPhone的大型园区 雇佣了4万人左右 刘洋伟说 富士康目前经营着大约9个生产园区 在印度拥有30多家工厂 每年的业务营业额约为100亿美元 有消息称 富士康决定跟随苹果 将3000亿产能迁移印度 于是裁掉了约32万名大陆员工 这也是这段时间能看到不少网友或媒体朋友 对富士康园区实地探访时 发现工厂附近许多商业街已是人区楼空的原因 台湾媒体称 就连郭台铭的下蛋金基深圳工厂也开始裁员 看来郭台铭不想再给大陆赏饭吃了 作为中国大陆最大的电子代工厂 富士康为什么要将市场逐渐撤出并投资印度呢 印度市场研究机构Kartapoint研究员乔汉 接受BBC访问时指出 富士康扩展印度厂房其中一个原因 是要扩大他在印度的市场占有率 他认为中国的智能手机市场已经接近饱和 印度在这方面却仍是一个有潜力的市场 另外乔汉也指出 印度相对便宜的工人薪金成本 也是富士康的一个考虑 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年薪 在2012-2017年期间上涨了50% 根据大陆媒体报道 2022年印度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 每天约495卢币 约合人民币41.9元 而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薪资水平 为每天288.1元 是印度的6.8倍 在中国组装苹果手机 需要给工人的工资是印度的4倍多 时事评论人张天亮博士指出 中国人口危机是中国失去 世界工厂地位的因素之一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22年中国人口减少85万人 张天亮表示 中国的人口将继续下降 中国之所以能够吸引制造业 首先是因为劳动成本低 但人力资源的稀缺 意味着劳动成本变得更加昂贵 根据日经新闻网报道 印度正在大量吸引半导体企业 在当地设厂生产 印度政府2021年12月 出台了为半导体和液晶生产 投入7600亿卢币 约合91.3亿美元的支援政策 最近还决定扩大补贴对象 由于印度近几年大力发展半导体产业 也为富士康提供了良好的转移条件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中共的强权政策 使得工厂很难安实交付订单 继2020年中共疫情爆发之后 中国的工厂纷纷关闭 许多企业的销售计划都受到影响 苹果也因无法生产iPhone 而被迫下调季度销售预期 中国政权对新冠肺炎的严格规定 扰乱了生产 而北京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不断加剧 是推动多家企业撤离该国的部分因素 华尔街日报报道 根据分析人士和参与苹果公司供应链的人士称 发生的事件削弱了中国作为稳定制造中心的地位 之后出现了这场动荡 意味着苹果公司不再愿意把这么多业务压在一个地方 不难看出印度的市场占有率正在逐步扩大 而中国的市场正在呈现饱和 而且劳动力成本已经与中国拉开了很大的距离 而成本是作为企业最重要的控制对象之一 疫情后暴露的中共政策的不稳定性 使跨国企业逐渐对中国失去了信任 导致富士康逐渐撤出中国并转移到印度等国家的原因还有很多 透过这些原因的表面可以看出一个根本问题是 中共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已经不再适合科技制造业的发展和生存 富士康撤出中国并非偶然 近几年许多科技制造商都在撤出中国 2022年10月 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宣布在中国的合资企业申请破产 执行长塔洛斯·塔瓦雷斯指出 中国政权对该国商业部门的政治干预正在增加 金瓷是全球最大的晶片原件制造商之一 已开始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 该公司正在日本建造近20年来的第一家工厂 随着越来越多的科技大厂制造商退出中国 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 前几年富士康给临时工的时薪高达35元人民币 约4.8美元 外加额外奖金 但是根据近期日经亚洲评论 对多个在线招聘广告的分析 今年给的最高时薪仅25元人民币 约3.43美元 消息人士指出 在中国两个重要的科技制造中心东莞和苏州市 一些小型电子制造商的每小时工资低于20元人民币 约2.74美元 中国东莞的一家扬声器制造商的经理表示 以往每年这个时候 他都会忙着招聘临时工 以应对生产旺季 但今年的情况有所不同 现在这家亚马逊供应商无需特殊的招聘 其临时工的时薪仅保持在16元人民币 约2.19美元 这是东莞今年最低基本工资 传统旺季不需要聘估任何额外的工人 这很不寻常 但今年的需求确实很弱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理说 在以前中国庞大的科技制造业 通常会在夏季 加大招聘力度 招募数十万名临时工 应对年终假期购物寄钱 来自苹果 亚马逊 惠普 三星等 大量科技大厂的订单 而如今随着科技制造商的撤离 中国的科技制造业的劳动力需求大大减少 随着劳动力需求减少 许多电子工厂的劳动力仲介也纷纷倒闭 苹果供应商的一位高管告诉日经亚洲 今年招聘员工太容易了 工资一点也不贵 另一家苹果供应商的高管表示 该公司过去一般向人力仲介公司 另外支付4.5亿元人民币 约6168万美元 帮助该公司在夏季用人高峰期间 找到足够的工人 但是今年我们没有在这些人力仲介上 多花一分钱 以前每年招工和工资上涨 都是让我们头疼的问题 但今年没有这些问题了 这位主管说 不可否认 大型科技公司纷纷撤出中国 不仅仅是单一的经济问题所导致的 也是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 全球生产线大迁徙 可以说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 科技制造市场的巨大历史变迁 也是中国经济 及房地产市场问题之后的 另一个分水岭 根据经济学人报道 在商业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 外国公司越来越多的开始鼓起勇气 即使不是完全离开中国 至少也将目光投向中国以外的地方寻求成长 令北京头疼的是 供应链的转移 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境 青年失业率是一个直接的表现 中国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逐月破纪录 最近已知的青年失业率 已经达到了21.3% 而后北京当局选择暂不公布失业率 中国国家统计局 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这样解释 自今年8月份开始 全国青年人等分年龄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 将暂停发布 主要原因是经济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 统计工作需要不断完善 劳动力调查统计也需要进一步健全优化 虽然北京选择不公布对劳动力的调查统计结果 但不可否认的是 北京已经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以富士康为代表的 众多能够为其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外资企业 这一举动无疑加剧了中国青年失业率 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精元制造商 整个行业的晴雨表的台积电 将全年收入指引从温和增长下调至下降10% 理由是中国经济复苏缓慢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长期存在 由于智能手机个人电脑和传统伺服器的整体需求低迷 富士康将2023年营收预期下调至同比下降 台湾经济研究院供应链分析师邱世芳表示 招聘更容易和更低的劳动力成本 不会减缓科技供应链从中国转移的速度 邱世芳表示 尽管供应商也面临着在东南亚和印度建立新生态系统的挑战 但为降低风险而远离中国的多元化趋势 不会放缓